喂 妈 三三 我们到上海火车站了 快来接我们 是 这是什么 大伯母 妈 你们都快来上海了 我们带爷爷过来看病 顺便来看看 看病 爷爷生病了 严重吗 没事 没事 莎莎 没事 没事 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们带爷爷过来 到大医院检查一下 是最好啊 莎莎 莎莎 你知道怎么才能联系上刘刘吗 她和邮淳浩 这一整天都没接电话 我们也不知道该住哪 你还有他们家的钥匙吗 嗯 刘刘肯定是有什么不能接电话的理由 才整天没接电话吧 那个 妈 其实我早就搬出刘刘家了 那钥匙肯定就还给他们了 这个也 嗯 那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你们年轻人 不是经常在网上留言来留言去的吗 那个 妈 先回我那儿吧 回我那儿再说 外边天成冷的 那天走吧 你看那鼻子都冻红了 来来来 先去莎莎家吧 来 来 走吧 走吧 哎呦莎啊 那些东西我哪儿放啊 啊 你放哪里 放那边都行 这屋子挺干净的啊 哎呦 哎呦 纵死我了 妈您提这两大袋的是什么呀 还不是 带给你的东西呗 啊 这不过看你那个 刚搬了新的地方 所有的钱都交房租了 这没钱买吃的 没钱那个买手指怎么办呢 这些都是老家你喜欢吃的东西 你慢慢吃啊 妈 辛苦了 莎莎 嗯 你每个月拿多少薪水啊 怎么住得起这么好的房子 嗯 我拿的薪水不多 嗯 只是我运气好 才租到这么物美价廉的房子 莎莎 你这里住得还挺宽敞的 可就是太冷了 这冬天怎么过啊 我还是联系刘刘吧 等我联系上刘刘 我就把爸爸接到陈昊刘刘他们那里去 我告诉你啊 他们那里不仅住得宽敞 最主要的 是冬天啊 有暖气耶 我现在就联系刘刘 妈 你看我这是暖气 爸 怎么了 没事儿就是累的 你们哪就是多事儿 这竟把我这把老骨头 你说从老家给我拖到上海 爸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人啊上了年纪 就是要格外的小心才行啊 这来大医院检查检查 有什么不好的吗 嗯 就是啊爷爷 你见到我不开心吗 开心开心 你怎么过来了呀 我妈她们是不是都在里面啊 我没敢接我妈电话 我打给彤彤才知道爷爷她们也跟着过来了 我估计我妈没找着我肯定会到你这来找你 你怎么不接大伯母电话呢 她一直嚷嚷着要去你跟邮成昊那住呢 我哪敢接呀 其实我跟邮成昊已经分手了 我早就从她家搬出来了 分手了 别让我妈听见了 又怎么分手了呢 那天吃饭不是还好好的吗 你别提了 就是那天吃完饭后的事儿 回到家以后 她就一直让我约你跟风腾出来 其实我知道她的目的特别简单 就是想跟风腾搭上关系 哦 那合着 你们俩分手是因为我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是通过你这件事情 才让我看清楚邮成昊那个男人的嘴脸 我还得谢谢你呢 那 那你跟他分手了 你住哪儿啊 是不是还得回老家呀 你好不容易才能伤害她 所以这次你一定得帮我 我告诉你啊 你爸妈都不能说 一定得替我瞒着这事儿 好 我不说 其实我们公司总经理对我挺好的 他知道自己儿子不争气 非要把我留在公司 所以我的工作 暂时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把自己先安顿好 到时候再想和我妈怎么说吧 哎呀 但是 我怕瞒不住啊 万一大伯母给邮成昊打电话 你放心吧 邮成昊现在一心就好像 再见到你跟风腾呢 他才不会杀到 楚冬跟我妈说我们分手的 等会儿我就跟我妈说 邮成昊家有朋友在住 不方便去 嗯 你别想那么多了 杉杉 这回你一定得帮我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的 连我爸妈都不说 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让我 跟陈昊联系嘛 我们那么大家子人 去医院挂号有什么用啊 叫陈昊又快又省善嘛 妈 我都说过了 陈昊最近很忙啊 忙有什么忙啊 忙不就打个电话联系联系啊 怎么说你爷爷也是他的业主妇嘛 对吧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他不开心的事 该不会被他扫地出门 不敢告诉我 所以拼命不让我跟他联系是吗 真的疯了 哎呦 你怎么那么没福气呢 连个男人也看不住 我真是白仰你了 哎呦 天生一辈子愁迷 大嫂大嫂大嫂 咱们别在外面嚷嚷了啊 多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还有什么比这个丢人的事 大伯母 大伯母 不然你们都先回去吧 我先抱歉吧 行行行行 大人说话 小孩子少插嘴 哎 你都伤害都学了点什么 不孝 有没有把我这个妈放在眼里 我亲自给你找到好人家 就这样给你给毁了 别说了 哎呦 哎呦 你都讲着这个白仰 大伯母 怎么搞的妈 不陪我找到好人家 你怎么搞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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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你怎么搞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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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把你弄给我 医生 我严肯怎么样了 别担心 病人的意识 已经恢复了 血压也开始回稳 基本情况还算不错 我再去帮你们安排一下 心电图 心脏超音波和血液的检查 那个 这个手续 你们拿去办一下 谢谢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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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你感觉好点了吗 现在到医院了 你放宽心啊 哟 爸 你这手怎么在抖啊 你还生气啊 别气了 那个身体是自己的啊 你们刚才都昏迷了 不去 我看爸不对劲 不是因为生气 爸 你听见我 刚才醒的时候还会喊话的呀 爷爷 你知道我是谁吗 爷爷 他在老家的时候就这样犯糊涂 有时候挺不清楚的 问他话呢 他也不说 最近他老跟我说 他的手臂啊 麻得厉害 所以 我们才把他带到上海来 想好好检查一下 你们刚才怎么不跟医生说呀 医生只检查了爷爷的心脏 我赶紧去把医生叫回来啊 嗯 好 我估计啊 爸不舒服有好一阵阵 只是怕麻烦我们 自己熬着 不跟我们说 爸 你不舒服早说呀 我还以为是被我一吼 您挤怒功心昏倒的呢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给 我